警銷的部分都絕大 應該說絕大部分從事 第一線防疫工作的人員都列在 這個第一 第一類第二類的名冊裡面 警政署有特別請 警政署在跟縣市 要重新因應疫情的部分 再做一些調整 那因為最近有一些援警染疫但是他們又是在第一線會去處理 確診者 那想問有沒有考慮說把他們的接種順位再提前 我要特別說明一下 我們全國援警七萬八千多位 那其實 因為援警在執行勤務的類別上有所不同 所以在今年年初在列 這個 施打對象的時候 那其實我們的援警是分屬在第一類 第二類跟第五類 那第一類跟第二類的援警都是實際執行 包括像集中檢疫場所 還有在地方 從事第一線防疫工作的人員 那這目前 所含爆因為這個是依照當時的疫情 所含爆列車的部分 有三萬九千多位 所以這些同仁在這一次也都在這個順位裡面 那剩下的部分是 大概有三萬七千是列在第五類 那警政署有特別請 警政署在跟縣市 要重新因應疫情的部分 就 實際從事防疫工作的人員 再做一些調整 那另外 我也一併說明 目前 消防的人員的部分 全國的消防人員大概 一萬六千 外勤的人員有一萬三左右 那目前列冊 消防人員也一樣是列在第二類 從事第一線的防疫工作的人員 那列冊的人員有一萬一千多位 所以這個警消的部分都 絕大 應該說絕大部分從事 第一線防疫工作的人員都列在 這個第一 第一類 第二類的名冊裡面